OK,来,我们继续下来 前面Boson在计算的时候 我少了一个数字 因为Boson的数目是可以一直增加 所以这个呢,假设从0开始的时候呢 前面你要摆上一些Normalization的Number 比如说N1的阶层,N2的阶层 OK,在这前面 当你一运作进去 你就会多出一些数字可以跟前面消掉 最后我才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但是这个在Fermium没有问题 Fermium只有0跟1而已 所以本身呢,前面的Normalization Factor 那些呢 也就是你每次的升阶降阶的本身呢 前面的长数都是1 好,只要吻合我们的规则的 OK 好,来,我先快速地跳到一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我写一个简单的试试让大家看 之后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 弄在哪边 这个好 紧接着呢,我将采取其中一个来计算而已 OK,另外一个呢 先不计算 好,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OK,假设呢 我们有一个Fermium System Fermium gas OK 它们当中呢,有什么呀 Interaction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有一个电子气体好了 电子气体,电子本身是Fermium 那我们要考虑一下彼此当中可能有库仑排斥力 OK 假设没有库仑排斥力 那你N颗 就把它当作一颗就是了嘛 每颗行为都一样 对不对 那个就比较简单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考虑呢 它是个电子气体的时候 那我们讲Hermitonium会怎么写 Hermitonium基本上在这个保守立场里面 它就是动能加强微能嘛 它就会等于H bar Hermitonium平方over2m的Laplace 假设一颗是这样子 你有几颗?N颗 所以通通把它加起来 对不对 我们就变成这样子 再来呢,我们有交互作用 每一颗都有交互 I跟J互相会有交互作用 当然跟着它们坐标有关系 每一个交互作用通通加起来 但是因为呢,你会重复算 所以我把它除掉一下 就相当于这样 这个写得出来也解不出来 因为呢,太庞大的一个Shorting Go Equation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要是可以把它转换到 另外一个空间上面去看待它 就好像我们 我们把它量 好像我们在讲Couple的Oscillator的时候 我们有把坐标系统 把它转换到一个量子化的坐标系统 那是一次量子化 当我们这样子做了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看我们把两个Oscillator 两个Oscillator 然后我把它用这个坐标 跟这个坐标分别描述的时候 你发觉它们都卡不起来 乱七八糟 但是假设我现在眼光 把它头一次量子化 转到一个 它们两个集体动 我把这个叫做一颗虚拟的Particle 两颗这样子动 又是另外一颗虚拟的Particle 那你可以发觉 这两个Particle的行为 可以互相独立 对不对 可以互相独立 就好像那个时候 婷玉在这边做这个 这个颗粒一样 假设它是这样子正 它可以一直都这样子正 它不会停下来 independent of time 对不对 假设这样子正 也可以一直正 这个是 那这样子 在解决问题上 就会很容易 那我们未来呢 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 没有人这样子写 在你们看的Paper里面 你看了一堆啊 它是怎么写的 这个符号 大家先不管 OK 它可以写成什么样 假如说 我们已经学过一点点了 我们从这一点点来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边也蛮直觉的 这个总共的动能 假设今天只有自由 自由粒子 就没有后面交互相 没有后面交互相 你就只有每个粒子的动能的相加 对不对 每个粒子的动能相加 是它的总能量 这个我们可以接受 它的icon value 就是总能量 在这边我们怎么看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假设一个Degg在前面 一个μDegg的 这个是个粒子颗粒数 也就是它处在于 这个状态 μ状态下面的粒子数 然后我乘上 这个状态的能量 那我通通把它夹起来 这个是不是它的动能 是不是它的总能量 也是啊 了解我的意思吗 本来我们这边的做法是这样 假设你有很多颗 假设很多个状态 我先随便还 第一颗我可能 假设这个叫E1 这叫E2 E3 E4 E5 那我们说 这边有两颗 那你就E1加E1 E1加E1 第一颗 第二颗 第三颗 第四颗 第五颗 我们先加五颗就好了 你就 E2 再加上E2 再加上E2 对不对 你就第一颗 第二颗 第三颗 第四颗 第五颗 通通能量加起来 就是总能量 这是上面的做法 它现在做法就是说 我不这样看啊 反正这颗 这个能量是E1 你有几颗 两颗 能量E1 有两颗 这个呢 能量是E2 有几颗 有三颗 然后把它加起来 你告诉我 上面是不是等于下面 当然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 从一个Wave的表征 转换到一个 粒子颗粒素的表征 我们来计算 那真实的在 这种二次量子化里面 计算 它就变成更加 的简单 OK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告诉你 怎么计算 但是呢 假设未来有人要走入这个 理论的时候呢 你对这些啊 就很熟悉 最后怎么降阶啊 最后怎么 把它简化 用Wave的定理 再下去 简像 叫做什么 缩像嘛 OK 等等的 那这是以后的事情 那后面这个呢 本来这边指的是交互作用 所以你要上一堆的东西交互作用 那交互作用 是两颗电子的交互作用 对不对 这两颗电子 经过库轮 比如说你的电子的状态 本来是I的状态 J的状态 经过库轮交换作用之后呢 它可能变成为什么 K状态 L状态 OK 它有可能是这样 比如说两个圆圆的跑 到了这边之后呢 一箱状 就好像弹性碰撞一样的例子 那你的状态会改变 那在我们这边 就是怎么看待它呢 很简单 我把这个叫做Mu 这个叫Mu 这叫Mu 本来你处在这两个状态 现在经过这个交互作用之后呢 你这两个状态消灭掉了 它不见了 跑到两个新的状态上 对不对 那这样就好了 OK 当你用这样表示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四子 它的感觉就在你心里面 那你就可以看得懂 Hamitoninu到底是怎么列的 OK 那这样子呢 就会给你一些Hint 我们看待会有没有时间 有时间呢 我待会调几篇论文出来 你看看他Hamitoninu怎么写 OK 那基本上呢 你就应该了解 他上面的一些行为 他怎么算 你可以看不懂 起码Hamitoninu他怎么列 因为他的概念 全部都在于 你这边怎么列 就是你对这整个系统的看法 你怎么去猜出来 这系统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哪个因素比较重要 你把它加进去 最后算得出来的结果 跟实际的结果蛮像的 我们就说你的这个想法 可靠性很高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样子来做 那这种呢 那像早期呢 早期你要是说这个交互作用 很微弱 很微弱的话 那后面就用Perturbation的方式来做 这边都可以用Perturbation 但是现在的很多材料 这个交互作用都不再微弱 可能都比前面你的这个 的这个动能像来得大 那那个就叫做强交互作用的材料 那你要知道 某些交互作用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他的行为又是怎么样 OK 那我们才对这个材料 能够有足够的了解 或对这个系统有足够的了解 OK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 你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的表态 就好像我们这边讲了老半天 你看看 从这个波动的表态 我们现在要把它换成粒子数的表态 这个还看不出来 这个比较好看 这个呢 它会告 怎么不见了 在那边 在这儿 类似这样 本来这边是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粒子的波动函数 你都要知道 对不对 然后你把排列组合 各种排列组合加起来 才叫做系统的状态 那现在他把眼光通通转到 我不要去看那个东西 我说第一个状态 上面有几颗 第二个状态 上面有几颗 第三个状态 上面有几颗 假设现在我要在 Dα的系统上面再加一颗进来 微方形会变成什么 他告诉你 他可以 整个系统微方形可以写成这样 那么他有他的优点了 对不对 OK 要不然你这个再加一颗进来 你这边是排列是不是更复杂 对不对 两颗到三颗已经复杂 三颗到N颗呢 已经不晓得怎么写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的优缺点的地方 Operator Operator Single Operator Operator 然后呢 你有很多颗 particle嘛 对不对 所以我把每一个通通通的码夹起来 就变成整个系统对单一颗例子的一个Operator OK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一步一步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呢 我们先求取这个的平均值 它的期望值 那我们要求取一个operator的期望值 基本上就把它夹住就是了 对不对 我们要求取F的平均值 我们怎么做 我们把它放在 比如说呢 N1Plant N2Plant 然后Foperator放在这边 然后把N1N2放在这边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夹起来的 那这个小刮弧代表就是一个积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好 这一夹起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做个假设 就是说这些例子的本身没有交互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只管类似的前面的这种形式 而不是管这后面 因为后面这个就代表他彼此要有交互作用 我们现在不管他 就讲到他前面的 类似这样 不管是动量啊 或能量 好 这种状态 好 所以呢 我们与其这样子呢 反正它是很多嘛 我是不是Sumption A摆进来 5N1N2 我可以写成这样 但因为这些例子都没有交互作用 No interaction between particle 所以说每一个particle的行为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赶快啊 我就干脆就把它 选择第一个就好了 那其他都一样嘛 再做把它的结果啊 乘上N 就好了 那这边呢 就成了N 这样子比较简单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来看看 什么时候这个积分呢 会有值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它 因为这边有这么多个N啊 在变化 好 Case 1 记住我现在呢 这边的计算 都是用波动的表象来计算 所以我们这边的fun呢 都是它的wifunction 好 Case 1 我们这个呢 是希望在operator呢 把这个系统运作 完之后呢 跑到这边来看看 它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当然希望说 这个运作完沉过来之后 这个运作完再跟它沉 本身不要正交 因为正交就等于零 但是原本都是正交 对不对 我们希望运作完之后 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所以第一个结果就是说 N1 假设是这个样子 OK if particle Numper one 第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现在只找第一个例子来看 其他例子都同样 它是在k的state OK 那么我们定义一个叫fkk fkk事实上就是等于什么 5kq1 f 第一个 5kq1 OK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反正现在都只针对第一颗嘛 所以针对第一颗我们这边也不要写那么多了 我们就把它写简单一点 5k f 5k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那为什么我们本来的vfunction是这么庞大的 你摆在这边之后 我们只要把第一颗留下来就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个case是希望从N1直接 作用完之后 跟N1的这个来做一个计算 那其他的都正交 所以其他的击分完之后呢 根本就不是重点 我们要把这个不等于0的这项留下来 这样就好 OK 好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继续下来 好 那我们这个积分只是积这个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你怎么排 对我这个积分都没有效应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有拿几种的交换的方式 OK OK 我们来看看 那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呢 在first state 第一个state的状态下面 我们有N1的particle 所以这N1在里面怎么交换啊 都无所谓 对不对 所以它有N1的 这个阶层的possible exchange OK 那第二个state 假设是这样 那它当然有N2颗 那是会有N2的阶层 的possible exchange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在K个state的啊 K个state的 我们的这一颗 我们现在只管的 Kstate当中的一颗 Kstate可能有NK颗啊 所以我只管其中一颗 那其他的颗呢 它怎么交换 我都不管 所以呢 Kstate的上面本来有N颗 我现在减掉一颗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它有NK减掉E的阶层的 排列的可能交换 对不对 那我现在只管这一颗 假设我不管它的小的slot 小的地方里面的一些行为 那整体来讲 我有totally speaking 叫做整体呢 我会有N减一个 阶层的交换方式 跟我今天要研究的这个都没有关系的例子 我有N减一个排列的方式 只是有的是放在同一个盒子里面 所以我应该要把它除掉 把它弄掉 这样子 它有这么多个possible的状态 所以就代表呢 我们在积分完之后 我们在积分的时候呢 算F 平均值 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到下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F 平均值呢 就等于什么 FKK FKK是我们最重要的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要留待我们的积分的 一开始呢 它乘上N嘛 对不对 我们前面有乘上N 在这 前面乘上N 那每一个Way Function 有Normalization Function 的那个Factor Normalization Factor呢 它本来每一个是 Ni阶层除以N阶层的开根卡 那现在两个相乘就变成没有开根卡 在Submission K OK 因为呢 我们这边 DK个State 我们在看这颗的DK个State 你可能有很多个State 可以假设 那 它前面呢 你一旦决定它是DK个State 它有这么多种交换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你从这个看会比较清楚 我们现在在做Boson 你不是要把这个 F1先作用在它上面 F1不是作用在这个上面 这个不就是这一大串吗 这一大串 蓝色框起来的这一大串 然后右边又摆一个Way Function 只是符号加一个Plum而已 是不是又是这个 现在两个要夹起来做积分 这边啊 这边有 这边上边选几个 N阶层的上边的项 这边是N阶层上边的选项 你就很简单的 就把它假设成只有两项好了 两项你这边就有 11第一项 再加上12第二项 再加上21项 再加上22项 对不对 我们本来两项的这个Boson 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 记不记得 你就从两项的试试看 然后你只对其中某一项作用 比如说这个叫F1好了 我只对这个作用 OK 然后呢 你要把它夹住另外一个 11 12 21 22项的积分 那这积分就很复杂啊 就有几项 我可以他乘他一项 他乘他一项 每一个都有四项 四个就有四个平方向 个积分 对不对 那但是里面有些正交 正交通通等给你了 通通把它丢掉 那没有正交的 就是Normalization这个Factor呢 怎么样 乘两次而已 Right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 但是你要积分的其中一项 比如说我是管这个 这个是针对这一颗好了 那这颗里面 其他颗你怎么排列 我都不管 那其他颗每个排列都算 所以你要把它各种方式 通通都把它加强 然后我们今天呢 运作在哪一个State 你每次直接运作一颗 你有N颗 是会运作N个状态 全部都把它夹完 所以这个就变得比较复杂一点 了解吗 那这个呢 等于什么东西 N阶层 这边N乘上N-1阶层 那是不是这个 这个根本就完全消掉 对不对 N乘上N-1阶层 就是N阶层嘛 所以消掉 第二个 这个呢 每一个NI的阶层 所以N1的阶层 跟N1阶层消掉 N2的阶层跟N2的阶层消掉 后面的阶层通通消掉 到了这一项的时候 它是NK阶层 它是NK-1阶层 是不是这两个消完之后 会剩下一个NK Right 剩下一个NK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丢进来 你会剩下一个N K OK 那NK-1 NKK好了 我们给它一个这个编号 后面造写 前面散面群造反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OK 好 然后继续来 这个是当这两个 一样的时候 K出完 当这两个不一样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这两个一样 我把这个结果大致上写一下 这个时候呢 可以写Summation K NKK FKK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 那我们再看看Case 2 当两个不一样的时候 OK 当两个不一样 好 两个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 这个是怎么作用 F 我们作用在这个地方 我先写一下 我们要注重其中一个Ni 一个Nk 它有这么多个 现在呢 我们Nk是起初态 起始态 Ni呢 是末后态 OK Ni是末后态 就好像一个动能一样 你原本根本就没有动能 你是禁止的 然后呢 我现在开始让你有个动能一样 OK 那么这个Dn呢 你要让它变成 不会为零的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 Nk要消灭掉 所以Nk的这一项呢 要减掉一颗 这个才是消灭掉 Ni的这一项呢 我把它写长一点 Ni的这一项呢 那就要加上一颗 这个时候 我才是 作用 我这个一作用进来呢 我将Nk的这边的一个状态呢 把它push到 好像激发到Ni的这个状态 所以Nk本来有Nk颗 现在变成Nk减一颗 要跳到Ni本来有Ni颗 现在因为你把它激发过来 它就变成Ni加一颗 OK 是类似这样子的状态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看 那么我们呢 一样 要继续把它算下来 这边会等于什么 第一个N呢 还是一样 这个N summation这个N 大家都不变 这个都一样 在这 对不对 好 N呢 我们把它放 第二个 你里面有很多毫无相关的 这个直接可以成绩积分起来 然后你会得到一个 跟这个还是一样 对不对 这个部分没变 然后再来 再来会有什么东西 会有某一些像 那么你看看哦 现在在这里面 因为只有很明确的 它呢 我看看 它作用在他身上 跟作用在他身上 基本上跟这么有关系 第一个 NK要不见 NK要不见 的话就好像我们以前 比如说 DK个不见 DK个State 像一作用完之后 在Boson里面呢 我们会得到 根号K 对不对 然后呢 降回去到哪边 K-E的State 对不对 这是我们先前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有类似 第一个它要不见 那么你要有一个 根号NK 然后它才会降到 根号NK-E 这边要增加一个 所以是不是要乘上一个 Ni加这样 E 对不对 后面呢 才是这两边的 直接的积分 这一积分之后呢 他们会得到 这个的常数 OK 但是你有几种积分 有好多个积分啊 因为其他都可以交换 所以其他交换的那些呢 我们照样算 它会有N-1个 我们把这个 乘在前面好了 根号Ni加1 根号NK 那后面呢 你这个是挑一颗来做嘛 你总共有N-1颗例子 所以其他怎么样 交换都可以 但是有好多例子 是处在同样一个 篮子里头的 N1阶层 N2阶层 一直层一直层 乘到哪边 NK-E 因为你已经拿一颗出来作用 那后面一路侠选 它就会等于这样 然后呢 再加上 F本身的 I K 你把K消灭掉 丢到I来 OK 就等于被你激发上来一样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看看一样 N乘上N-1的阶层 就是N的阶层 所以这个消掉没有问题 第二个 这边有很多个N N1跟N1消掉 N2跟N2消掉 其他通通都消掉 消到这个的时候呢 发觉这边是NK的阶层 这边是NK-E的阶层 所以这个跟这个消掉 就剩下NK 对不对 那NK-NK 我看看 没有没有没有 这边也要NK-E啊 因为我只有 除了这两项 除了这一项之外的 才可以弄 所以这边也要NK 这边不要这样写 这边这样写下就不好了 N1阶层 一直层层 N1的阶层 一直层过来 那这边跟那边呢 完全消掉 所以这边会等于 Ni加上1 乘上NK的Fi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好 那我把这个 把它重新弄一下 我看看 这个呢 Case2是从DK-State 激发到Di-State OK 所以呢 它会等于这个 我把这个稍微抄一下 在这边 OK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这个是从 Wave表象上出发的 假设我从 这个表象出发 也可以得到 同样的结果吗 假设可以 那我们就用 后面这个的表示方式来做 那这样就会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运作一下 看看我们是否 可以把它算出来 我们现在开始 从这个 粒子数的表征开始 OK 表象开始 或者你把它叫 Quantum State Representation 也是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求取它的 这个 我们的F呢 在这儿 我们在 Quantum State 上面表征的时候 我们说 这边有很多 Ni Nk 这样一路上去 所以这边下来的时候 Nk Ni 有这么多个State OK 我们就来做这个 那这个呢 假如说它是对的 我们就用 用这个运作 那么这个 Submission就会在前面 Alpha Beta OK 然后呢 我们前面有个系数 这个FAlphaBeta 是什么 我待会再讲 然后最重要是 后面这个要 要摆进来了 Nk Ni AAlphaDegger ABetaDegger Ni Nk 类似墙 那我们一样 考虑Case1 Case1 Case1就是说 Alpha要等于Beta的意思 OK 我们来做这个State 的演算 那这个时候呢 就相当于 我们这边就剩下一个Alpha 那这个叫FAlpha OK 那这里面呢 照写 这些呢 没关系 你要怎么写都可以 最重要是这边 抱歉 没有后面这个 AAlphaD 一个AAlpha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这是Number Operator 这是一个Number Operator TheAlphaState的Number Operator 那它直接就告诉你 就是等于 这个State的Number 就好了 你运作在TheAlphaState 就得到它的Number 那剩下是两边相乘 基本上 就彼此正交了 在这个Number Operator上面 这些呢 全部都是互相正交 而且值是等于1的 就要把Othonorm的一个表示 所以说 你前面没有任何其他数字 所以请你看看这个 Case1的这个 跟Case1的这个 是不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快速的 好来 再看看第二个 Case2也很快哦 两三下就把它算完 现在呢 我从那边过来 Case2 Case2的时候呢 F的平均值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怎么样 AAlpha ABeta 对不对 那么 这代表要把 Beta的这个怎么样 我们把它叫做 K跟I好了 这样符号才会完全一样 K跟I 把K的这个消灭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 这边呢 要非0的这一项 一定是怎么样 K呢 会被消灭掉一颗 Ni呢 会被增加一颗 一定是等于这样子 所以就相当于 这个作用在这边 这个作用在这 OK 那这样一来呢 它这边就会变成很快了 记住这样子做之前 前面这边还有Sumension F I K Sumension I Sumension K F的平均值 OK 它会等于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继续写 这边是等于FiK FiK 对不对 这个作用在它上面 降一阶 降一阶 你会得到一个根号NK的 这个作用在这边 也相当于把它降一阶 你会等于Ni加上1 这个 所以这两个 所以这两个一乘起来 是不是就变成 而且呢 只有这两个会存在 其他通通都没有了 OK 所以 我看看 对 而且这边要乘上 Delta 哦 这个抱歉 我们刚刚是 Alpha跟Beta 弄错了 Sorry Alpha Beta Sumension Alpha Beta Alpha Beta 但是假设我要作用在这边 Beta一定要等于K 假设我Alpha要作用在这边 Alpha一定要等于怎么样 I 对不对 所以Sumension 最后只剩下一个 I 这边是Alpha B Sorry 所以会等于K 根号 Ni加上1 NK OK 就我们发觉 这个也跟上面这个一样 所以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这个表示式 是互相等价 OK 这表示式互相等价 那么 假设两个Operator呢 也是很类似的 把它写一下 OK 假设我们有个G 它本身是两个 这Operator是跟两颗有关系的 两颗有关系 就好像刚刚讲的 这个Potential一样 被我擦掉了 刚刚讲的那个Potential Potential是两颗电子当中的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Specify是哪两颗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为 这样子 就可以写成这样 就相当于说 你将 你有一个作用力呢 将这个例子 本来在AlphaState跟BetaState的呢 把它激发到AlphaPlant跟BetaPlant的这个State OK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来代表示 OK OK 感谢观看 OK我们可以类似这样子来表示